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季 在最新一集节目中 主持人博恩在现场观众众目睽睽之下 当场拨打从新闻图片里截取的韩国瑜手机号码 真的找到韩国瑜本人 当场邀请他上节目 引起现场观众一阵惊呼 太多人了 那个 你好你好 你现在在哪里? 我现在在摄影棚里面 我们正在录影 然后我真心没有想到 这通电话真的会打到您本人手上 因为我的声音有点木讷吧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很熟悉很熟悉 請說 事情是這樣子啊,有很多問題想要問您啦 那最迫切的一個就是 不曉得您願不願意上博恩夜夜秀 你們不建議邀請一個又禿又瘦又老的老頭子 絕對不建議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麼 Yes, I do Yes, I do,天啊 謝謝,謝謝 那我們這次電話就不流出去 可是我跟你說,在記者會上面邱逸有把你的電話亮給攝影機看 所以,對對對,所以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還怪你知道我的電話嗎? 對對對,我們截圖下來了 深受歡迎的博恩夜夜秀 以諷刺時事為主要內容 播出兩季多以來 邀請了許多政壇大咖 包括總統蔡英文,台北市長柯文哲等人 都曾經是節目做上賓 我很好奇,我個人非常好奇 你平常是怎麼稱呼陳副總統 你會說,欸,賤人這樣子 我就知道這一題有陷阱 就是,也是蠻忙的吧 不會啊 不會啊 就是都很,柔煉柔魚就對了 我每天正常上下班 最近選舉有讓你感到不安嗎? 或是不舒服的地方? 沒有 不會啊 很少遇到這麼不配合的來賓 嗯 該節目 詭諧諷刺 談論時事的風格深受年輕人的喜愛 但是由於節目政治取向偏綠 又經常消遣韓國瑜 此次邀約韓國瑜正面對決 成為節目爆點 許多觀眾都期待辛辣的博恩 如何當面吐槽口才遍輯的韓國瑜 在新的一集會撞擊出什麼樣的火花 觀眾們正拭目以待 不過也有網友在猜測 到底是真的邀請了韓國瑜上節目 還是韓國瑜又被博恩消遣了呢? 美國每天電視在台北的採訪報導